歡迎 東往上 一字排開通通是馬家軍 何又宜親自公布最新人事 不只三顧茅庫請來前官 會秘書長金普聰 擔任進總執行長 也拍板未來 將不會有競選總部主委 市長特別再三的拜託 他願意帶著我們所有的 選舉辦公室的團隊 一直往前走 我個人經過長期思考之後 他是一個值得幫助 我要盡己之力 一定要幫侯市長 起步較晚 不像其他候選人 到最後一定是後發先制 戰鬥團隊成行 包含立院黨團總召曾明宗 擔任組織召集人 前立委林鴻池 以及謝龍介擔任副召集人 行政院前副院長杜子君 則是負責國政顧問 但從金普從出馬到力挺 重啟服貌都被外界解讀 是回歸馬時代的訴求 鞏固基本盤 轉變為求活下去 也就是不能崩盤 金子欣賞 因為八年的研究黨做得不好 要下降 但金普從不只過去 曾大戰地方派系 和復婚期不對盤 也被質疑 恐怕會讓地方要腳 更靠攏郭台銘 大概我只有跟某一個地方的 地方派系 有一點問題 我印象中 我沒有跟其他的地方派系 有任何問題 明天他回來 我們有約要再見面 光是整合就很耗時 前立委邱毅也分析 若是個人特質問題 即使找來金普從操盤 都沒辦法改善 侯友宜全代會前 應該知難而退 而郭台銘是唯一 能整合柯文哲的人 儘管侯友宜重整步伐 但根本問題沒解決 找來的團隊再強 還是很難拼到勝選 三日前往黃成博 外部宣傳SN小組 新北方